哈囉又來到情難Q&A 我們這次請到鳥科學醫生顧芳瑜醫生 嗨大家好 我是鳥科學先生咪尿科顧芳瑜醫師 那如果大家對於男性健康有興趣的話 歡迎上網搜尋鳥科學先生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IG跟我的YouTube頻道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我們的粉絲Q&A 第一題呢是 請問愛愛很難射 是所謂的磁射症嗎 有可能 應該說如果你的愛愛的時間啊 超過30分鐘以上 你都不會出來的話 那這種就是要磁射症 就符合磁射定義 我覺得磁射是比早洩更難治療的疾病 對 因為早洩的原因 大家都有在研究比較清楚 為什麼會早洩比較多研究 是因為早洩比較困擾 可是磁射為什麼很難治療 是因為目前對於磁射的原因 還沒有很清楚 而且它可能跟一些心理的因素 也是有關係 所以它藥物非常多種 可是沒有一種是特別有效 就是比較複雜 對 比較複雜 所以它治療上常常會 各種藥物都一直嘗試 最後才有辦法找到一個適合它的藥物 那如果你有這方面問題 可能就是 也是要先去尋教醫師 對 要先尋教醫師 我們慢慢幫你治療 現在第二個關於說 綜癒跟禁癒到底如何拿捏 因為傳統思維 會有所謂的一滴血十滴精 是真的嗎 我覺得 會有一些綜癒過度的想法 大部分都是在中醫比較會有這樣的觀點 那站在我們西醫的角度 只要你身體複合的來 我們其實沒有特別說你一定要幾次 或是一定不要超過幾次 只要身體複合的來 不要弄讓自己受傷 我覺得其實都是沒有關係 對身體自己做考量 對 沒錯 接下來第三個 他覺得入珠真的可以讓女生更有感覺嗎 講到這個其實我覺得分兩派啦 有一派的就是使用者自己本身 可能會覺得說 會讓女生比較舒服 但是剛好我今天就是門診有病人 就是他也是入珠 他想要來拿掉的 然後他就說 他這個其實珠是他在他年少不懂事的時候裝的 那時候可能才16、17歲這樣 然後他們就覺得 那時候裝了覺得自己就是 雄風好像比較厲害 滿意度比較高 但是他後來他跟我說 他覺得其實就是年少輕狂 他覺得其實根本女生也沒有比較好 他太太說根本就沒有比較舒服啊 但是反而會 容易會造成感染發炎的問題 喔 真的嗎 對 但是這是一派說法 但也有人就說 他覺得他裝了之後 他就是雄壯為武 我女朋友都很滿意 兩個分歧 對 但我覺得 我們終究終究回到最核心的問題 是使用者來決定 這個到底好不好 沒錯 所以要問你的另一半才知道 你自己沒有辦法判斷 對對對 我沒有辦法判斷 接下來第四個Q&A呢 就是包皮若過長 選擇不夠的話 會有怎樣的問題嗎 應該來說 如果你的包皮過長 但是你還是可以推下來 好好的清潔 那我覺得基本上 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那當然偶爾還是會有悶熱啊 濕熱還是會有一點發炎的機會 但是如果你是 包皮非常的長 而且你沒有辦法做良好的清潔的話 那你有可能會造成比較高的 包皮龜頭發炎的風險 同時呢 你因為包皮過長 容易糖污納垢 你得到性病的風險也會增加 那得到 陰莖癌的風險也會增加 我覺得大家好像會有個迷思 他覺得皮很長 是過長 可是有時候不是 是香淺式包皮 是他沒有辦法翻下來 那我畫給大家看好了 我們一般來說 大家平常可能看到 假設你的包皮是過長的 你平常的包皮的開口在這邊 然後這是我們的頭頭 真正的龜頭 然後尿道口 我們尿尿的時候就是從 你會從尿道口出來 經過你的包皮 然後再從這個洞口出來 我們一般講的包筋 就是說你自己包皮這麼長 你往下推的時候 可能會卡在某個地方 卡在這邊 或卡在這邊 或是卡在這邊 如果你會卡 那你就算是包筋 那如果說你可以很順利的推下來 但是沒有什麼任何的阻礙 然後也可以很順利的翻回去 都沒有任何的不舒服 但是你平常沒有去拉他 他還是包著 那這種叫做包皮過長 如果是包筋會卡住 那我們其實蠻建議你隔 因為隔一隔就比較輕鬆 對一勞永逸 你也好清潔 但是如果你只是包皮過長 但是你可以清潔的乾淨 那我就覺得沒有飛隔不可能 可以自己決定 了解 那如果他是像你說的那種 就是他沒有辦法翻下來 他要如何清潔呢 坦白說就很困難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是很建議你隔啦 因為隔完比較好清洗 好的 聽說鼻子大 就是所謂的老二大嗎 還是會從外表人有辦法判斷 一個男性的所謂的尺寸嗎 這你是女生發問的嗎 沒有 我就發問 的確很多人都會有一個迷思說 是不是鼻子比較大 那所以是不是外國人鼻子很高 所以他都很大 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迷思啦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看過 金髮碧眼的外國人 其實真的沒有比台灣人大 對 當然也有很大的 但是我覺得鼻子 不是一個很好的標準 如果女生啊 女性朋友 你想要知道你的男伴 或是你可能的男伴夠不夠大 我覺得你喵他的褲檔 可能比較有效 直接目視比較對 直接目測可能會比較有效 如果下面一大包呢 可能就是比較大 好喔 那今天就謝謝顧方語醫師 大家可以去搜尋他的平台 謝謝啦 謝謝大家 掰掰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相關的知識 歡迎按下影片旁邊的連結喔